Lio聊事記 天天又更新 大家好 我是Lio 今天要來看達達人對上伊都斯坦 這場比賽是由國際賽事 紅牛杯 目前紅牛杯應該是C國裡面 賽事等級難度最高的級別賽事 因為他這個賽事在去年也有辦過一次 去年還是前年吧 別忘記了 他的這個比賽的規模就是非常龐大 這次也是邀請一堆選手到一個國家 我忘記是哪裡了 是在一個城堡裡面 大家一起打四義帝國 算是很有氣氛的一個比賽 以四義帝國比賽來說 紅牛杯是最細心的 也是最嚴格的一個比賽 獎金應該也是蠻豐碩的 所以我們有去看獎池到底有多少 但看Vipe這麼積極在準備的話 紅牛杯應該也算是 他的心目中S級的賽事 好 那來看一下Vipe這邊是選擇 是打打 那我們稍微講一下打打這個文明 打打這個文明算是一個速成馬功的文明 然後有這個高打地的優勢 那比較特別的能力是上了這個 欸不是上城堡師蛋 是那個只要一開TC的話 就會送你兩隻綿羊 那這個效果 是在前期像什麼 游牧阿或者是 欸 隊友有打 欸不是WP圖 那個是什麼 驅著羅人死賀 就可以把這個羊 送給隊友 那這個算是比較團戰的細節喔 單挑來說的話 這兩隻羊 實際能用到的用處其實不多 哇靠 居然把對手關起來了 Vipe 但我還在想怎麼會有砍的聲音 很奇怪 一回頭就發現 哎呀這個刺猴直接被Vipe圈養起來 Vipe的實力就是這樣子喔 很強把對手的一個刺猴在家裡 這個對手應該是殺業了 沒想到直接被關在裡面 出不來了 好那這邊Vipe按了一隻長槍 並直接進去戳一戳 太狠了 出完這邊把這個滴了 好但是對手小公已經準備好了 那這邊有一村可能要死了 應該跑不掉了 哇 這邊雖然抓到一隻刺頭 但是我們一村Vipe前期 這邊出現了一個失誤喔 村民居然跑出去外面了 好但是這邊沒有圍好 Vipe這邊其實圍得不夠快 對手的進攻攻勢非常快速 完全沒有在Delay的 好那這邊房子瞬間圍下三個 但對手不知道這裡其實還沒有圍好 哎呀 如果他一直往前走 是應該有機會可以看到這個空穴的 那這邊可能在空家裡 也在忙圍自己家裡 好這邊把自己的經濟調配一下 好那這場 遊戲喔 是這個 帝國戰爭模式喔 帝國戰爭模式的話 一開始就是充電死老 村民是三十村起跳 三十村起 那有這個兵工廠跟軍營 為開局 那後面就可以去選擇 你要直接直城 蓋這個市集 還是要直接出 刺猴啊 或是射箭堂 出這個小公 去找對手 都是可以的 好那Vipe這邊也是選擇 用小公稍微去看對手 看能不能抓到一兩村 五隻弓箭手的話 全部射到 應該是射三發 可以射十一村 但是有點歪 歪了 但是這裡有兩隻戰毛走過來 不是戰毛 這個是毛兵 毛兵走過來 五隻弓兵會不會被抓掉呢 這邊還有喔 但是這邊有打打優勢 那打打這個特殊能力喔 在這個時代的時候就有了 只要在高海拔戰鬥的時候 在高打低 這個是高地嘛 打低處的單位喔 傷害會增加25% 那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基本的高打低傷害是30% 那再加25%應該是超過50% 但仔細的計算五次沒有去研究過 所以有可能也沒有到50% 可能只到四幾% 因為有可能是從原本的30% 再加25% 也有可能 但是 看數值看起來喔 高打低的傷害真的是很痛 打打這個有個名 真的是蠻誇張的 而且是所有單位都可以 不只是弩兵喔 頭車巨頭 而是他這個巨頭 高打低 從這種高低打下 一發巨頭可以打600D喔 你想這個射箭塔只有1800D 三發巨頭的石頭掉下來 射箭塔就不變了 呵呵呵 不知道這個打打的高打低效果多扯喔 好 那這邊 印度斯坦以上城堡的石帶 要來挖野金了 那這樣地圖是比賽地圖 算蠻特別的 那中間有這個高低喔 應該BIPER也是有仔細研究過這張地圖 這個高低喔 確實對打打蠻有優勢的 這個地方是龍血的地方喔 只要一直在這條線打架的話 打打是絕對不會輸的喔 100%是會贏的 只要BIPER不要出現什麼大叔被中頭砸爆之類的 或是火炮直接被擊火掉所有的工兵 應該是不會有這種大型失誤在的 那印度斯坦這邊決定要先挖石頭嗎 這邊挖四個石頭 那算是一個蠻標準的一個 可能是要打這個古拉姆 要打寶兵的話就是會一上場去挖石頭 但是他不是直接那種封建時代喔 就開始挖石頭打法 而是開TC再挖石頭 雖然這樣古拉姆出來會比較慢一點喔 但自己的經濟會稍微好一點 因為這樣打法的話 你TC可以穩健的開出來 而且不會太多人直接去挖石頭的關係喔 造成你的木頭跟肉量不夠 然後導致會斷村喔 或是TC很難開得出來 這些都算是一個蠻細微的細節 那開完TC之後 這邊就可以考慮先全力挖石頭 然後先鑽出第一個城堡 然後再把這些石頭春秒去旁邊種田 算是一個小技巧 這算小技巧嗎 就是觀念啦 也不算技巧 就是一個簡單的觀念而已 那Viper這邊石頭過來進來看一下 看裡面有什麼東西 結果裡面什麼都沒有 那Viper應該心裡有底喔 沒看到城堡 看到兩TC 他說對方開兩TC 應該還有T 在外面應該也是有看到這個喔 沒意外的話 因為他畢竟都走進來了 都從這個地方進來的話 應該師傅有在看到的 好那Viper馬宮過來 想要再鑽這個洞嗎 這個洞沒有蓋好 但是馬宮就一直不太能打進去喔 兩邊突然暴農起來喔 這邊加速一下 因為暴農沒什麼能看的 只能稍微看一下這個經濟的配置而已 好那印度斯坦這邊 果然不可以看到這個位置喔 不過這個是馬宮看到的 並不是剛剛那個石頭看到的 馬宮就抄了 一下戰毛過來點點 這個不是戰毛 這個還是毛兵喔 毛兵直接硬出喔 好那這邊直接存到650石頭 然後稍微用買的方式喔 買到650 買到650之後 你看買了之後 開始撒田跟挖黃金喔 這麼大量的石頭人 大概有一半的人都去種田了 這個就是觀念 對就是觀念 不要再說什麼技巧了 這次講技巧好像也蠻奇怪的 就是觀念而已 好 這邊古拉姆打馬宮 傷害不錯 因為古拉姆打工 並有這個外傷害加成喔 但是這邊打打這個高達爹 傷害也是非常高 雖然古拉姆基本的防禦有4喔 但是被這個馬宮射到 還是蠻痛的 因為馬宮本身是8攻 這邊射下去都還是有4點傷害 而且古拉姆在3次 改版的時候有削弱 本來古拉姆是65滴血喔 被削弱成55滴 這確實喔 對古拉姆造成一個蠻極大的打擊喔 但是我覺得這削弱是必須的 不然這個印度斯坦陣太強了 對方出騎士你就出落手 對方出弓兵你就出古拉姆 對手不用玩 那如果對手再出步兵的話 印度還有這個火槍可以玩喔 還有最遠射程的火槍可以打 所以整體來說 印度斯坦是一個全能型的革命 基本上不會有一個太大的弱點 他的弱點就是沒黃金喔 但是印度斯坦本身 挖黃金又有一點加成 因為他的一個銀罐喔 這個大幹道的能力喔 所有的黃金差不多會加10% 包含這個遺跡的跳動速度 還有這個挖黃金的速度 所以本身來說 他是一個黃金加成的文明 也算是 不太會有這種 很極大的落差 一定要用這個垃圾兵去打 他有點像是什麼 有點像這個 薩拉森還有誰 土耳其喔 對 土耳其 像這種薩拉森 土耳其喔 還有印度斯坦 這三種文明都是極度需要黃金的喔 基本上這三個文明 只要一打垃圾兵 就直接輸一半 大概輸的機率高達50%以上 絕對不會高於50% 勝率 這個真的超慘的 好 但是VIPER這邊 馬功越來越多 而且經濟爆得很粗 已經105%了 但是印度斯坦這邊也是大爆農 農的比VIPER海盜兇啊 哇靠 裡面就是怎樣 4TC 然後這邊第五個在這裡 然後少量的古拉姆 然後這邊慢慢轉出一些落頭奇兵 想來直接硬拖這邊的一個馬功 好這邊駱駝一出來 直接拿刀過了起來 哎呀 但是駱駝的缺點 不是怕這個弓箭傷害 所以這個馬功打駱駝還是蠻痛的 好 來看一下這個高打地的傷害 哇你看 高打地威力太猛了 這個就是打打的一個特殊能力喔 以上高地 無人可敵啊 那印度斯坦這邊率先到了帝王的時代 VIPER這邊稍微落後約1分半左右 哎 還沒有到1分半 大概1分10秒左右 那印度斯坦是按下更多的馬就 而沒有按下更多的古拉姆 那他招對方 VIPER這邊有出騎士的關係喔 所以駱駝來說還是比較好一點 畢竟印度斯坦本身駱駝的攻速 加成了25%的攻速 所以駱駝來說 會比這個古拉姆更好一點 畢竟這個騎士也能打 普拉姆到騎士就不行了 好 那我還出一些少量的弩炮喔 這個有想法 少量弩炮的話 打這個馬龍效果也是一級棒 打騎士也不錯 好但是 由於金路斯坦喔 這邊經濟偷太多了 基本上在全神關注的在暴經濟的關係 所以並不太敢把這些兵派出一艘了 原起這場起兵就是要電皇家燒了 但是如果一隻鬼在家裡的話 可能要 找個機會喔 去出這個巨頭 開始猜對方的城堡 欸 當然是打打這邊 MIPER出了這個雀靴喔 那這個雀靴比較特別能力是 攻擊敵方單位的時候會增加黃金 有一點一點的黃金慢慢跳 那他的造價也是非常便宜的 黃金只要40而已 人家翔喔 他黃金只要40 然後血量卻有130 哇 好划算喔 這個以這個 人家翔兩隻喔 一隻騎士75黃金 血量也只有120 然後還沒有升級 那雀靴是一出來沒有升級的狀況 我就是有130滴血 而且黃金只要40斤 雖然攻擊力比騎士低了一點 但是整體的一個性能來說 我是覺得不屬於這個騎士的 重點是便宜啊 便宜我覺得是一個關鍵 好那有翠翠的保護 應該馬功不會太被容易輕易騷擾 但是這邊翠翠跟騎士想要努力的 去打後面的一個奴炮 但奴炮一直在點這裡馬功 馬功大量殘血 OK 這邊終於找到機會 直接去後面拆了奴奴 奴奴三台被拆掉 但後面又來一台 這邊高打DL外散很高 馬功直接解掉了第四台奴奴 但是這邊大量的駱駝 還是活著 駱駝要趕快找到重裝之後 還有三級遠防 差點直接去硬打這個馬功 不然這個被風箏機率高達87% 不能再多了 好那這邊巨頭巨頭 盪牌巨頭開始 第三台要來了嗎 第三台我在照顧好像沒有 沒有三巨頭怎麼看 但是VIPER這邊村民有點少 應該兩巨頭也很搞定 如果沒有拉更多村民來修的話 看來是不會拉的 看來VIPER是要捨棄就做城堡 這隻馬功還在燒喔 這隻馬功已經燒喔 從城堡時代中期到現在 還在這裡 那這裡的兵一直沒有辦法可以過來 然後營地物時代開始追著對方的馬功 由於已經到了這個帝王時代 駱駝三級綁都好了 所以話說如此 但是還是蠻怕箭矢的 你看這個鄰家式的防禦力 所以駱駝還是不太適合去打工兵的 雖然打馬功的話 駱駝也是有外傷害喔 但是被封尊的情況下還是挺難受的 要想辦法貼到對手 才可以打出駱駝原本價值 好那MIPER這邊 除了打這個雀雀之外 還轉出了這個大疾兵 這個疾兵知道的話 駱駝就很難受了 駱駝基本上沒有這個 可以正面衝鋒的一個本錢喔 遇到疾兵的話 這邊直接貼上來 但疾兵在後面應該是解的掉 但是可能會損失一些駱駝 而且這邊有些把弓要被駱駝包起來了嗎 把牛蒂斯攻擊 直接撤退 但是順利的拆掉對方的 VIPER的一個巨頭 好阿娜這邊決定要再往前 那銀豬斯坦要去出這個駱駝嗎 還是要來轉火槍嗎 如果要轉火槍的話 就要趕快轉化學 我覺得可以轉一些火爆出來 也是不錯的 如果是轉這個火槍的話 可以玩這個火神槍 硬度火衝 射程會多2點 射程就跟那個 魔獸爭霸信堂一樣 雜特孫勢 反正射程覺得跟鬼一樣 射的又痛 然後又準 這真的是很難受 好 那這邊金瑞古拉姆就能點了 哇這個是打一個弓 打一個古拉姆 配 駱駝的打法嗎 這邊有些小隊 進來招到這邊農田 絕食當道了嗎 印度這邊經濟 印度這邊回救之後 這一波可能不能先上喔 還好 因為這古拉姆其實造價也是滿便宜的 不好意思 跟正一下 這古拉姆現在變45黃金了 低戳 低戳單位 好 古拉姆這邊直接上前戳 但是戳這個級兵效果也不錯 但級兵戳古拉姆效果也很好 哇 該不會靠這個級兵就可以戳掉古拉姆 古拉姆真的很怕近戰啊 古拉姆的近戰防禦只有2而已啊 那這邊大級兵傷害現在有6加2 哇 打一下古拉姆有6D傷害啊 這個級兵價值很強 好 那這邊洛琢直接去追馬弓 但是馬弓去拉 打得還不好 這個拉打敗術效果還是不錯的 算自己是成熟了一些馬弓 但整體而言 還是可以做到一步不錯的騷擾 哇 靠這個洛琢好強攻速太快了 吃掉超多的馬弓 這邊又有大量古拉姆直接戳掉一堆兵 這邊再過來viper的一個主力幾乎要崩塌了 幾乎要沒有主力了 馬弓只剩17隻 但是印度3這邊就越來越多 下面的話 但是被viper已經佔據下面的礦區了 下面礦區只有這兩塊沒有被空到而已 那這種比賽地圖好玩的地方就是黃金喔 一直都會很多 所以你可以一直打黃金並沒有打到底 一直打一隻爽 192有俠烈提斯按到底之類的 或者是打那個貴獨鐵騎 調盾騎士之類的 調盾武士 現在叫調盾武士 都可以打這種很特殊的兵種喔 就算送掉也不會很幸好 反正地圖上黃金夠多 我就挖了再繼續照顧我了 但是要先把圖控好 那印度3這邊控圖 有點控... 因不... 有點... 控不出來的感覺喔 這邊右邊這邊確實 viper給到蠻大的壓力喔 那這邊viper 右邊給壓力的同時喔 左邊慢慢控下來 那viper這邊點下了這個 精銳雀血血喔 精銳雀血血點下之後血量會再更多 我記得是150滴血 所以150滴血 然後只要40黃金 哇這蠻划算的吧 雖然我不是數學家 但這聽起來不錯對吧 精銳雀血血出來150滴嗎 欸不是是160滴血 還要40黃金而已 哇這個是算爛了 訓練雀血直接登場 哇這個雀血的真是 我覺得 對這個高潮來說太強了 造價便宜 血量多 然後本身的防護右部差 還有三級馬卡 基本上遠房還有7喔 這個雀血 3加4的話 三級馬卡點一下之後 就是遠房7 遠房7 就意味著TZ 打到時候傷害也很低 然後同時又可以打到對方村民的話 或是敵方單位喔 這個雀血又可以再賺錢 基本上他只要每敲40下喔 一隻單位可能40隻 各敲一下 又可以再造一隻雀血 所以整體來說 雀血真的是慘的Hoop 雖然他能counter單位比較少一點 蠻怕駱駝跟這個級兵喔 但是大部分的弓兵還是能打得力的 還有這個步兵喔 那步兵的話只要不打級兵也是沒問題的 好 問題是要怎麼繼續打呢 雀血血量160超多的啦 那駱駝過來直接收掉這裡的雀血 雀血這邊正面要繼續打啦 印度斯坦這邊利用這個城堡的一個防守方式 要用這個巨頭往前方推進 看這邊 印度斯坦還是想用古拉姆去騷擾去放家裡 所以Viper一直把這個工兵主要部隊放在家裡做防守 這樣比較好注意上對手 雖然也是可以用雀血防守 但雀血的話需要大量的一個肉類 所以Viper也再慢慢轉出一些肉出來 來轉這個雀血 來擋正中間的一個位置 這邊馬弓直接開射 這邊城堡想要暗暗不下去 Viper抓到一個不錯的攻擊時機點 這邊村民一直被塗 但是古拉姆過來想要防守 但是過來到一半時候也倒地了 古拉姆好像真的不太行了 這個版本的古拉姆真的太悲劇了 上個版本的古拉姆跟鬼一樣了 這個版本有點辣差了 那這邊兩隻 金瑞、雀血直接防守 但是一村可能消失了 但是剩下泡的城堡傷害好TC 兩隻雀血就能搞定對方古拉姆的進攻 再回來看這邊 這邊這邊對方進不散 頓利了把城堡蓋起來 那這邊Viper的攻兵就趕快跑 守這個高地還不錯喔 這裡高地的話對達達來說優勢還是很大 後面的主力部隊過來了 總共有40隻的馬弓 10隻的馬弓要怎麼直接起火掉一隻單位 這樣就很簡單 瞬間消失 駱駝直接爭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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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弓去拉打 酸擊馬凱也好了 卻卻過來當肉盾 直接硬抵對手的一個駱駝 駱駝直接被硬抵馬弓往後拉打 駱駝直接被硬抵馬弓往後拉打 駱駝再睡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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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駱駝就一直爭倒地 看起來還是沒救喔 印度斯坦這邊可能會打輸GG嗎 還是不會呢 這邊城堡還在手 但是這邊我覺得他已經把阻力送掉了 他這時候把阻力送掉感覺就要兩個 因為他的肉也不夠了 黃金也是很少 然後阻力只剩這一些 雖然這邊上億人在挖黃金喔 但可能來不及挖完喔 這個馬弓勢量太多了 現在馬弓要怎麼點 對印度斯坦可是一大難題 好這邊肉盾想要在進行室的嘗試進攻 這邊直接上進到高定 要來躲這個打輪的高打地的傷害 但是這邊馬弓傷太多了 駱駝一直在死 連古拉姆都撐不住 這些馬弓的傷害 古拉姆太慘了 好馬弓這邊繼續在散馬弓 手速繼續飆起來 又倒又倒了 古拉姆太慘了 古拉也是會倒 這邊馬弓只要慢慢補下少量的缺缺喔 然後這邊有東西在扛 空軍就可以去出出 能出去的話 對手都一直這樣要亂 看到方便的話 自己手已經收不了 艾伯的槍戰法 大概是這樣走 好巨頭架起來要來開太多城堡了 這個城堡守不住的話 是不是有機會會投降呢 再來一發有機會嗎 城堡沒修 沒有時候可以修了 一路散城堡掉了 這時候也打出了 GG 正面大量單位也是被馬弓射光了 看看經濟吧 經濟的話是 vipel這邊 木頭 已經贏一萬了 哇這個贏超多的耶 食物的話雖然少輸4000喔 但是這個木頭真的是贏太多了 石頭也是稍微贏一點 黃金基本上是不分上下 因為印度斯坦是有這個黃金加成的文明喔 但是卻被這個vipel 用這個雀靴喔 打回來一點黃金的感覺 黃金素並沒有輸太慘 而且他本身還有這個移基的一個加成 所以本身來說打打 這邊雀靴喔 總共加成加到後面喔 確實比印度斯坦這邊多挖了大概三四千黃金左右 這個經濟量還蠻明顯啊 在這個盤面上就可以看到了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